大家好,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十個字的猜法 我們從圓開始,圓是先寫橫一 那交的話呢,六一先取 交,再來該的話 六零,那位的話 是先寫一橫,那一的話呢 是先取上面的八一 接下來是四一 再來是九 好,輔的話是先取 部首,眼,六九 再來,人這邊,輔 丸的話,寶蓋六七 輪,左邊是眼 那錢的話,金先取 它本身是一個字根,八一 接下來是一橫 那,再來的話是二六 這邊 好,那飛的話 是先寫逆彎二 這邊 好,接下來我會猜全馬的部分 圓 橫,橫,逆彎二 圓 橫的話,上面是六一 再來是兩點 那下面是九八 該的話,沿這邊六零 再來的話是六一 接著是二九 最後呢,人八 八 位的話,一橫之後 是取木 木是四八 那一的話,上面是八一 接著是四一 再來是撇 然後直接跳最後的二六 一 那,輔的話 部首,眼是六九 好,再來人這邊 接下來是正交四 最後點,輔 完的話 上面寶蓋是六七 接著一 一 逆完二 完 輪的話呢 六零 再來是八一 那剩下的部分 我們先寫一個七 那中間是正交四 輪 錢的話,八一先取 再來是一 接著是二六 那我們已經取三個 直接跳最後一個也是二六 錢 那,飛的話呢 逆彎二 先取 再來兩點是八 接著是撇 撇 那我們已經取三個字根了 最後是中間的三指 飛 好,以上是這十個字的講解